抄袭者于振煌的调查局前长官林威成 被爆出职场霸凌 有列委爆料林威成不但是把当时于振煌的考机打一等 还会辱骂干部喝醉的时候调戏同仁 而这样的人却传出即将升官 让调查局1500人的群组炸锅大骂 参与外将林志仙 2022年被台大认定论文抄袭调查员于振煌 当年于振煌受到百般打压 年终考机甚至被新竹调查站主任林威成打成一等 就是这位林威成遭内部人事检据 长凹同仁开车挡酒 喝醉去值日官室骚扰值日官 辱骂人员霸凌成常态 跟竹科的厂商参序的时候 只因为不满当天的值日调查官 没有把他安排到主桌 把调查官跟副主任双双叫到寝室怒骂 从晚间9点骂到隔天的凌晨3点 整整6个小时 的确是有不适任情形 后来也 远头版过周年庆 亲爱的我把钱捡到了 这个地方有1500个调查局的成员在里面 里面一大堆人都是针对这一位林威成来做批评 昨天整个调查局的群组都在讲 这一位林威成他现在有可能还要去升副处长 而且实际上都还有霸凌的行为 这部分我再请调查局来处理 各家大门从把于正皇口机打一等到多次被指控霸凌行为适当 为什么这种人毫不收敛还能继续横行 在林志坚论文事件当中横横踩了于正皇一脚 大力表态支持蔡英文 他是被抄袭的对象 结果他的烤鸡竟然被打猎的 这个打他烤鸡的就升官了 所以蔡英文的时代到底是拔着了多少 这种狗屁倒灶官存在呢 他靠着修理于正皇是不是就获得了很多额外的利益 获得直升机的通道 所以他才敢喝酒啊 才敢出入这些不正当的场所啊 当小公务员被抄袭受霸凌 有苦难生 民众不禁要混 这样压榨基层大官到底是谁提拔总容出来 这是雄沐晨真采访报道 是雄沐晨真采访报道